大家好,这里是奇游园观察室,我是长风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起被称为江东公寓神隐事件 这起案件的清洁和最近发生的杭州女子被害案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时有一位住在日本东京江东区公寓的23岁女住户 突然从公寓酒楼消失了 警方查看了公寓以及周边的所有监控 没有发现她离开住所的画面 也搜查了公寓的每个角落 调查了这里所有的住户 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杭州女子被害案又有何相似之处呢 下面我们就穿越回2008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案件的细节 江东区位于东京都中心东部 南陵东京湾 这里有很多地区都是填海遭落而成的 该地区内运河与桥梁众多 又被称为水采都市 这里交通便捷是东京上班族最喜欢的居住地之一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 就是发生在这里的一个公寓楼 这一栋公寓是2007年12月份完工的 一共有9层楼 公寓的前面是高架桥 后面是一家停车厂 这所公寓的出入口相对独立 一般很少有外人见过 因为公寓楼门口就是马路的尽头 前面是一个死胡同 除此之外 公寓的安全级别也不错 安保设施配备比较齐全 有24小时远程监控设备和可视化对讲机等等 2008年3月1日 一位23岁的年轻女子 东城琉璃香 搬进了这所公寓的916房间 我们就称她为阿湘 同她一起搬进来的 还有她的姐姐东城惠美 我们就称她为小美 她们之所以选择搬到这里 也是看中了该公寓的安全性 在当时这里也算是一个中档供应楼 但由于该供应楼刚交房不久 入住率只有3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清 在两个姐妹刚搬入这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发生了一起神隐事件 2008年4月18日晚上7点11分 这一天是星期五 本该是下班回家好好放松的时刻 姐姐小美收到了妹妹阿湘发来的短信 我现在要回家了 晚上7点21分 姐姐小美再次收到了妹妹的短信 我已经到家了 这是姐妹脸日常生活中 最普通不过的通讯内容了 大约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 小美回到了公寓 在开门的时候发现 家里的门没有锁 进门后也没有看到妹妹阿湘的身影 但她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妹妹去逛超市 忘了锁门了 但是在家里面 左等右等也等不来妹妹回来 小美就在屋内转悠 发现妹妹在门口的靴子倒在了地上 装午餐的便当袋被丢在了地上 妹妹平时是很爱干净和整洁的一个人 肯定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更为重要的是 在入户门附近发现了少量的血迹 再联想到在下班回家途中给妹妹打过电话 但没有人接 感觉不对劲的小美疯狂给妹妹打电话 发信息 但一直没有人回应 又出去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人 怀揣不安的小美在晚上9点16分时向警方报案了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向姐姐小美了解了情况后就开始对屋内进行初步的勘察 发现入户门附近有一些血迹 房间地上有一条被立起割去一半的浴巾 根据小美的描述房内还少了一些东西 厨房刀架上的一把刀和一件粉红色球衣不见了 看来阿湘很可能是被立即划伤然后出门就医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被人挟持带走了 警方找公寓物业调取了监控 并对周边邻居进行走访 在监控中发现 晚上7点到9点15分之间 没有陌生人进入公寓 在公寓楼附近也没有出现什么可疑的车辆 阿湘最后出现的画面是在9楼走下电梯的画面 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公寓考虑到住户的隐私 在每层的走廊和消防通道都没有安装监控 所以阿湘在走下电梯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这姐妹俩住的是公寓的顶层 9楼的916房间 这个房间的左右两边房间 915和917都是空置的 没有人住 但914和918房间是有人住的 由于这栋公寓楼刚交房不久 所以在这层楼没住几户人家 大约在晚上10点20分左右 警方分别走访了 离916最近的两个房间的住户 918的房间 星岛贵德先生和914房间的林梦先生 他们都表示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也没有听见什么异响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诡异的消失了 此时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 江东区公寓楼妙龄少女 神秘消失的消息不禁而走 嗅觉灵敏的媒体 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爆炸新闻 瞬间就有大量媒体赶来 争相报道这起神秘的失踪事件 由于案件离奇 日本群众纷纷称这起失踪案为 江东公寓神隐事件 在日本所谓的神隐就是指 被神怪隐藏起来 也就是说可能受到了神怪的招待 或者是诱拐强弩之类的 这种现象多半是发生于儿童 当然也有成人 所以人们常常会把一些 因未知原因造成的失踪现象 称为神隐 比如龚崎骏 有一部作品的原名 就叫千语千询的神隐 4月19日 事发后的第二天 警方通过查看公寓 和周边大范围的视频监控后 确定 失踪者阿湘从进入公寓楼后 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所以决定对这栋公寓楼 进行一次细致的检查 这次的搜索还出动了警犬 此时公寓楼下围满了 前来采访的新闻媒体 只要公寓里面有人出来 就会被记者团团围图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居民面露微笑 从公寓里面一走出来 就被一群人拥上去采访 看到公寓楼下被记者和附近民众围的水泄不通 警方也是倍感压力 对失踪者阿湘的916房间 进行第二次勘察时 在房门附近发现了一枚指纹 这枚指纹不属于阿湘和小美两姐妹的 那极有可能就是凶手榴下来 于是警方开始采集公寓楼所有住户的指纹 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指纹是符合的 不过有一个人警方并没有采取到指纹 这名男子就是住在918房间的星岛 他的手指正好受伤指纹被破坏了 这样的巧合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不过没有直接证据很难进一步调查 只能派人留意这个星岛 在案发的一个月后 星岛突然就不带手提袋上下班了 一直在留意星岛的警方 猛然有了一个最坏的想法 分尸 而且过去这么久了 星岛手指上的指纹怎么也都该长好了吧 于是就对星岛来了一个突击检查 这次在采取到星岛的指纹后 立马进行了核对 果然和留在案发现场的指纹完全匹配 在审讯过程中 星岛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 并声称自己从没有去过916房间 但是当看到指纹比对的结果后 他又迅速改口 说帮助过隔壁的女孩搬过东西 可能是在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警方早有预料 凭一枚指纹是不可能让星岛主动开口的 所以在星岛被捕的同时 对他的家也进行了深度的检查 星岛的家里有一些被撕毁的钱包 和社会保险卡的碎片 在浴室的下水管道回水管中 发现了一些疑似人体组织的残留 在切开的浴缸中发现了一些血迹 在公寓的划分池中又发现了一些组织残留 这些样本经过化验 结果显示都是属于失踪者阿湘 2008年5月25日 案发后的第37天 面对如此多的铁证 星岛招工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 这一起案件的案发过程过于残忍 血腥 所以接下来我尽量简单的去除案发经过 据星岛交代 他在犯案的前一周 就已经把阿湘定为了目标 在4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 星岛早早的回到家 把家里的门打开虚掩着 听着走廊的声音等待时机 当他听到阿湘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 瞬间上去捂住阿湘的口鼻 阿湘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到 拼了命的抵抗 挣扎间 星岛击中了阿湘的太阳穴 地下可不清 阿湘停止了抵抗 蹲在了地上 星岛在厨房拿了一把刀 威胁阿湘说道 乖乖听话 不许发出任何声音 否则你会没命的 随后找了一条浴巾 用刀割下一半将阿湘的手给绑住 然后顺手拿了一件粉色的球衣 蒙中了阿湘的头 将阿湘带到了918房间 在出门的时候 还顺手捡起了阿湘掉在地上的包 也许他是想弄清楚目标的事 然而让星岛没有想到的事 没过多久就有人报警了 警方还对公寓楼进行了搜查 大约在晚上10点20分 警方敲开了星岛家的门 星岛淡定地表示 一切和平时一样 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之后警方也就去询问其他的住户了 但第一次的搜查 让星岛感到了不安 他看着屋内被捆绑住的阿湘 害怕刑际败露的星岛 犹豫了片刻后 做出了一个恶魔般的决定 晚上11点左右 星岛拿起了一把刀 挥向了阿湘 但这还没有结束 为了消灭证据 星岛在浴室里面 开始了令人发指的分尸行为 并把身体残块分类装好后 分开藏在家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就在案发的第二天下午 警方又对公寓楼的每间房间 进行了搜查 当来到918房间时 星岛很淡静地邀请了警察进屋搜查 还很主动地打开了房间内 一个装满游戏机光碟之类的纸箱 让警方查看 然后又主动指着屋内其他的纸箱子说 这些箱子也要看吗 可能是看到星岛如此热情 或者是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宅男 又或者是认为阿湘还活着 警方没有对星岛所指的箱子进行查看就走了 而实际上在地鞋箱子里面 就有被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身体残块 谨慎的他事后用化学试剂 将十个手指的指纹破坏掉 所以警方在第一次采集指纹的时候 他逃了过去 在随后的十几天中 星岛一直在持续变态的行为 他将阿湘的部分身体弄碎 用马桶冲入了下水道 至于大一点的骨头 则每天利用上下班的机会 放在包里面慢慢地带出公鱼 然后丢弃在垃圾桶内 在这期间 星岛还表现得特别热情 很淡定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还经常打电话到公寓的安保部门 谴责他们的不作为 要求他们加装监控摄像头 直到2018年5月1日 星岛认为自己已经将阿湘 所有的痕迹都清理干净了 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他却忘了 天网恢恢 输而不乐 那么这个星岛为什么要对阿湘痛下杀手 星岛贵德 1975年1月出生于日本岗山县 大约在他两岁的时候 一次意外导致了他下身腿部被严重烫伤 虽然后来康复了 但是也留下了大块的伤疤 这个疤痕让他在上学期间 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欺负 星岛的父亲为了让他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还不让他穿长裤遮掩伤疤 这导致同学们的嘲笑更多 星岛和父母说了这个问题后 却没有获得重视 久而久之 星岛不但没有克服心理障碍 心理问题反而是更加严重 他和父母的关系也变得非常糟糕 星岛从小就对电子游戏非常痴迷 从高中毕业后他选择了远离父母 独自前往东京打工 后来进入了日本四家游戏公司 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程序员 但是在公司里面却只是一个后勤维护人员 所以他对这份工作并不是很满意 在积累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后 他跳槽到了另一家游戏公司 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临时工作 此时他的月收入有50万日元左右 在日本也算是中等收入 2008年2月9日 星岛搬进了江东区这所公寓的 酒楼编户房间918 受成长经历的影响 他的心理早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 据他本人所说 是因为自己有特殊的性癖好 想找一个女孩子圈禁起来 作为自己的性奴 本没有打算夺取他人的性命 所以住在这里一段时间后 他就发现住在916房间的阿湘 他起初以为阿湘是一个人独居 就将阿湘定为了自己的目标 并准备砍掉阿湘的双手和双脚 来满足自己扭曲而变态的癖好 后来警方在他的社交网页中也发现 星岛保存了不少由切断四肢的女孩 做出的二次元画作 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对第七案件开庭审理 罪犯星岛贵德被控五项罪名 经过几次审判 星岛被判处了死刑 星岛的律师认为 他之前没有犯罪前科 而且后来也对自己的罪行表示了后悔 也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诚恳地道歉 还有他由于小时候的腿部受伤严重 腿上的疤痕经常被人嘲笑 才导致了他畸形的心理和人格的扭曲 他的犯罪动机也并不是直接杀害受害者 基于这些原因 律师提出了无期徒刑的诉求 2009年2月 东京地方法院采纳了星岛律师的提议 将星岛判处了无期徒刑 对于这点 检方和受害者阿湘的家人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提起了上诉 但最终法院还是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决 好了 以上就是江东公寓神隐事件 帮忙点赞评论加关注 你动动手指就是对我莫大的鼓励 我是康峰 我们下期见